星期四 兩天後 我會出發去曼谷 去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的會議 今次的會議 充分給我機會 跟不同人士說好香港故事 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爭取相關的國家 支持我們加入RCE 首先我會向我接觸的 所有人士充分去展示給他們看 香港是有活力 動起來 活起來 我們在國際舞台會再展光芒 包括旅遊 營商 以及經濟 金融等等 第二 我也會充分地介紹給他們看 香港是一個既有中國優勢 又有全其優勢的唯一一個城市 所以他們應該爭取 在香港盡量建立他們的基地 大展權的 第三 我也會告訴他們 香港經過了三年疫情的困擾之後 我們現在很重新地去 在幾方面有新發展 包括我們鞏固我們固有的優勢 另外也會強調我們有新興的優勢 也會解釋給他們聽 香港是受惠於十四五規劃 與港澳大灣區 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之下 所給予我們的機遇 這些是其他地方都難以有這個優勢的 我帶領有一個貿易代表團 超過二十人 會跟我一起去說好香港故事 以及去招商人知 現在也依靠好了 就是怕白色到達一半